徐大人 谁干的这事 皇上戏怒 奴才的这丫头从小就给惯坏了 上方接瓦 下河摸鱼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都是奴才调教不当 没想到今日 他竟敢做出如此胆大包天的事情来 这样下去 朕看 他都敢把天捅出个大窟窿 奴才知罪 还望皇上 念在他对太后一片孝心的份上 再饶他一回吧 要不是看在他对太后孝顺 太后对他宠爱的份上 朕早就将他问罪了 谢皇上开恩 那奴才这就去天牢 把他接回府里 严加管束 再也不让他出去惹事了 朕看格格 是在王府里待逆了 就让他在天牢里多待些日子吧 皇上 什么时候抓住了靖开文 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 你归安吧 来人哪 什么事啊格格 我饿了 把饭菜给我端上来 还不到时间呢 请格格再等一会儿 放肆 还真把我当犯人呢 给我拿饭去 这个小的不敢呢 你 格格请用膳 我不吃了 放我出去 格格出不去了 大胆 是你 徐老头 做了人犯 没问我的罪已是万幸了 我现在是小小的牢子了 都怪我 是我连累了你 千万不要这么说 格格 您千金之趣都能受苦 我一个小小的牢子算得了什么 唉 靖公子他怎么样了 没有消息 不过刑部已经发出海埔文告 正在缉拿他归案 皇上也传了圣旨 说只有抓到靖开文 才能放格格出去 只要靖公子能逃过这一劫 我就是多做几天劳也无妨 什么人 本官是朝廷派来的侵蚀 这是皇上的金牌令箭 还不赶紧下跪 这家人呢 回大人 这家人犯了枉法 已经被抓到县衙大牢去了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吗 有 我替大人叫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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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报告 您可回来了 少爷 老爷跟夫人都被关到县衙大牢 咱们墨房的人 走的走散的在 就剩下我留下来看房子 有 无理说 师兄啊 让你受委屈了 皇上已经下旨 把你们全家出展 金家要被灭足 这真是天大的不幸 武之旁 我做鬼都饶不了你 是 是 师兄啊 你看 你都到这份上了 你这嘴还这么硬 看来这事确实跟物质朋友关系 天虹 这次多归你了 老爷对我恩仲如山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 我原以为少爷在京城里吃了官司 没想到您不但没事还回来了 实话对你说我是越狱逃回来的 越狱逃回来的 对 少爷不是有皇上的金牌令箭吗 那也是偷的 不出两天 朝廷缉拿我的海埔宫门就会下来 在这之前 必须把家人从大楼里救出来 要不然 那我们快去救老爷他们吧 走 师兄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我总想起 我们两个人小时候的事情 是 是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去看戏 开戏之前 有一群小孩戴着面具 跳了一出俘虏兽三星 堂画脚跳家关 哎呀 掉得真好啊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那个情景 就像在眼前一样 今天 我还想看这出戏 不过演戏的不是那帮孩子 不是是师兄你啊 这跳家关 就是用黄表纸 一层一层的 敷在你的脸上 你就会一次比一次 难受的喘不上气来 那滋味 非常非常的难受 直到最后 你淹了气 师兄 你说这件事 有意思吧 你就一刀把我杀了吧 你不得 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 师兄 我恨你 你给我一个痛快的死法 也算为你自己积点阴德 好 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就让你痛快点 说 你告诉我 那本 是 我 有 你 到 去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就可以独霸莫谈 富家天下 就凭你 连洪玉香这样的莫你都治不出来 还想独霸莫谈 臣乃痴心妄想 下官方伯年见过千世大人 这不是靳大人吗 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少废话 快把我父母放 郑大人 你的家人可都是亲犯哪 要放了他们 恐怕得皇上的圣旨吧 这算不算圣旨 这 这 皇上的金牌令箭 赶紧放人 来啊 把门打开 爹 爹 爹 reforms Jáią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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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你可不能胡乱猜疑 等武座来了 验过尸体自然明白了 少爷 不能急 你千万不能急 来啊 速传武座来验尸 回大人 身上无伤 体内无毒 是不够的 你以为报病而亡 好 下去吧 是 大人 靳大人 请你稍安物躁 下官明日 请府衙的武座重新验过 要不 你明天一早去县衙 等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 安息吧 我一定 查清你的死因 为你报仇 少爷 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 今后该如何 得赶紧定夺呀 朝廷记不过的海埔公门 估计马上就要到了 此地不宜久留 你陪着老夫人 马上走 离开美龙镇 那去哪儿啊 娘 你看去哪儿 涉嫌城内 有家钱庄 叫龙盛堂 掌柜的是你的院房舅舅 是我的堂弟 我们就投他那儿去吧 我记得 想说你带我去吗 跳红 那你就陪着老夫人 先去涉嫌的龙省堂 暂避一事 少爷 您还是和我们一起走吧 现在官府还被你蒙在鼓里头 他们一旦知道真相 岂肯放过你呀 是啊 文儿 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等过了这阵风 再替你爹查清事实真相 娘 我不能走 明天一早我得到县衙去 听灰州府衙来的舞座 禀报验尸结果 这事不能耽搁 娘 听我的 你们先走 马上就走 可是你 不要为我担心 我有皇上的金牌令箭 不会有事 天皇 少爷 快走 马上走 少爷你可要当心呢 那吴志鹏狼心狗肺 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当心啊 翁儿 按理说我们把信送上去了 皇上必杀他无一 断没有放他出狱的可能物 更不能令他做亲屎 来查他爹的案子 假如是他自己逃出来的 那那块金牌令箭 就是他偷出来的 这事 怎么想他也不合乎情理啊 他感冒这么大的风险 目的是什么呀 绝不是为了逃跑 如果他是为了救他爹娘 可他爹已经死了 他娘也已经出狱 别担心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他爹 报 老爷 进来 启禀老爷 亲使靖大人求见 有请 喳 我先在后边堵住 渐不在后方 这大第一天 我们小人 Vote 那他担心 也请 应该为了 你俩不行 不得了 他说 我 你 你 我们 不知道府衙来的武座 验尸结果如何 回晋大人 验尸结果已经出来了 来人呢 传武座 传武座 来了来了 参见二位大人 武座 你清清楚楚地 把验尸报告告诉晋大人 是大人 大人 令尊的尸体完好 无疑受损之处 非暴力致死 也非中毒而亡 那像你这么说 家父是怎么死的 依我看 是心血急患 心血急患 什么心血急患 大人 我干了三十多年了 从没弄错过一个案子 你下去吧 快 ¿ 郑大哥 阿 兄弟 天皇 就不 你看 肯定 mies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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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她从大牢里逃跑 这犯的是越运之罪 这第四 她盗取王爷的金牌令箭 假冒钦差 这犯的是谋反之罪 这四桩大罪 桩桩涉及到皇家 哪一桩都够她掉脑袋的 爹 这罪不是真的 怎么不是真的 那耀末 耀末是你掉的包 那家书也是你找人改的 还有 还 胡说 你昨天晚上去了衙门 很晚才回来的 跟你一起去的 还有王杆跟赵衡 怎么你们一回来 金大伯就死了 爹 你还说这事 跟你没关系啊 闭嘴 过来 没咋 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否刺弟就没命了 你知道吗 爹 爹 我是你的女儿 我一定不会乱说的 只是女儿想求你 你就放过金家吧 现在停手还来得及 这些年来 那金家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一次 我要让金家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妹子 你不能想着金家 你要想着爹呀 懂吗 爹 我求你了 别人了 切来 妹子 你还是个孩子 你不懂啊 你不懂这 事态炎凉 人间苦乐 在这个世上 你不吃人 你就得被人吃了 你知道吗 再说爹做的这一切 不都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好吗 你为了我好 为了我好你就去害人啊 你 咱们来涉陷 有几日了 刚刚两日老夫人 才两日啊 我怎么觉得 有好些日子了 那是老夫人过年少爷 心里着急 所以觉得时辰难熬 今日啊 我这心口秃秃的跳 凯文又不见人影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老夫人 龙老爷不是派人到梅龙镇 打探消息了吗 这儿离梅龙镇禁得很 就隔一条河 很快就有消息了 不行 走走走 咱们去找龙掌柜 去问个清楚 快走 这姑娘是谁啊 这姑娘是谁啊 不知道 这姑娘是谁啊 爹 是谁啊 那姑娘是谁 she is 这位是 你不认得了 她就是你的侄女碧玉 碧玉 快过来 见过你二姑 碧玉见过二姑 碧玉啊 这才几年不见呢 真是姑娘十八遍 越变越好看了 还练得这么一手好剑法 这二姑啊 都快认不出来了 我这闺女啊 打小啊 就喜欢武强弄剑的 好 挥些拳脚 不会让坏人欺负 听说 已经许配给 设宪李献成的儿子了 还没有出格呀 我这闺女命不好啊 本来是说好了 跟李家成亲的日子 没想到 李家的公子啊 得了疾病 没过几天 就一命归西了 我这侄女 命这么苦啊 不苦二姑 那个兵秧子 死了正好 我还不想嫁给他呢 碧玉 不得胡说 本来就是嘛 老玉 老玉 老爷不好了 华坞 都要是 得了 把王子伤身 中国多基础 把王子伤身 全部伤身 保护去了 把夫妻 捍了 一个 伤身 杀死了 主 二姑 我二回不来了 二姐 你 老夫人 那让我后面龙镇吧 我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救出少爷 你能有什么办法 老夫人 车到山前必有路 也许少爷积人天相 能躲过这一难呢 天皇 那就去吧 但凡有一丝的希望 也要把少爷救回来 是 老夫人 爹 我也去 你瞎掺和什么 爹 那哪是掺和呀 是人多力量大 我多带几个伙计 要实在不行的话 就来硬的 我要把禁表哥从衙门里给抢出来 你 碧云 你不许胡来 这陷牢大狱 高强厚弊的 戒备森严 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你还想劫狱啊 爹 我们不是劫狱 我跟着他们 想想办法 出出主意 这总行吧 也罢 那你就多带几个伙计 跟着天虹一块去 但一定要听天虹的 不许你擅自胡来 爹 这么大的事情 我肯定不会胡来的 那 我一切就听他的 行了吧 你们就赶快去吧 好 走 那 前面就是写他了 你们几个在这等着吧 咱们进去吧 站住 干什么呢 官爷 我们是来探监的 找谁啊你 我们探大名鼎鼎的梅龙才子 明满京城的画梅大师 遇刺的四品官员 靖开文 探靖开文 不行不行 靖开文是新犯 知县大人交代了 任何人不得探视 官爷 您就通融通融嘛 只要你让我们进去 我一辈子都会记住官爷的好 哼 少来这套 你想让爷爷先砸饭碗 再丢性命啊 甭说给我银子 就是给我一块金砖 老子也不敢收 快走 快走 别挪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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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 这儿的支县是乌之鹏的妹夫 正因为如此 那乌之鹏才如此嚣张 他什么坏事都敢干 那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乌之鹏的老婆 前两年就死了 他有个女孩 还有一个养子叫乌晓珊 他对他的女儿怎么样 好啊 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那可是十分疼爱 百依百顺啊 这倒可以试试啊 啊 你说什么 他们家在哪儿 你带我去 走 那样就是乌之鹏的女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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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谁 过来 听我说 去吧 去 快去 龙小姐 这事要干什么呀 我要绑架吴志鹏的女儿 绑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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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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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们限定了时间 让我们在天亮之前 带着靖开文 到城外的土地庙 去和他们见面 到时候如果见不到靖开文 他们就撕票杀梅子 舅兄 我想靖开文的家人 他没那么大胆子 你大哥不必理会他们 放屁 梅子的命在他们手里捏着呢 这帮人都疯了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赶快到大楼 把靖开文给我放了 舅兄 如果我放了靖开文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呢 我不管 我现在要救梅子 你赶快去 我们没别的意思 只想用你换回我家少爷 是你呀 吴小姐 只要我家少爷一来 我马上放你回家 你对他挺好的嘛 他不坏 他不坏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儿会打洞 他爹那个老乌贼那么坏 他就是小乌贼 好不到哪去 龙小姐 他是与我家少爷 从小一起长大的 两个人一直很要好 你别难为他 是吗 原来他跟你家少爷 还有那么一段故事呢 如果明天 我定要是不放开文哥 那可怎么办啊 不放人 不放人 我就杀了你 你别吓唬他 我可不是吓唬他 我说到做到 来 干什么 走 去哪儿啊 走 干什么 来了 他们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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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呢 你把他放过来 那你先把靖开文放过来 好 咱们公平交换 让他们俩一块走 放了他 开文哥 对不起了 日子 带洒 笑 是 dire 对不起 coin 啊 江 谁